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学习ES2010另外一个被新农纳入的标准 叫做BakeInt 它其实是一种新的原始数据类型 那我们看一看这个BakeInt到底怎么用呢 其实从命名上我们大概也能猜到它是干什么用的 Bake是不是就是大的 Int就是Integer一个整形的 它是否表示一个大整形呢 我们看一看 我们先进来一个文件 这应该是第七章的第三个Demo 然后呢我们把它引进来 这个一面上的按钮我们先给它注视一下 后面应该也不太能的 大家想一想 我们之前讲过 对于整形来说 它的取值范围是多少 大家记得吗 我们之前在ES7 也就是ES26当中 是不是讲过一个新特性 叫做密预算符 这里面呢我们用一下密预算符 它用的是不是两个信号 其实至于GIS来说 它最大的整形是不是2的53次方 比如说我们输出这样一个max 大家看是这样一个数 然后呢我们之前也讲过 在number下面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长量 你们先把这打文了 是不是叫做max safe integer 它是不是表示我们的一个最大值的一个强量 对吧 当然它的值呢其实比它小一个 大家看它俩是不是差一个 那如果当前我想从这个数啊 可能比我最大的这个数还要大 那怎么办 那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我输出一下 这个max是不是最大值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max和max加1 我们看加1的时候 跟这个max比较 会怎么样呢 大成代码第6行输出的 其实你发现 它会得到一个处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相当于是到头到顶了 对不对 你再加1 那也是我这个数 也加不上去嘛 所以说它会返回一个处 所以呢 在之前的js当中 我们的整形其实是有一个最大数的一个限制的 那如果我们当前某个需求 可能要顺着这个数啊 真的非常非常大 它已经超出了当前我们这样一个范围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用到es2.10 引用这个新的原人数据位置 叫做big int 大家看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定一个数 big int const big int 等于 比如说我当前这个数啊 这是不是最大值 我把最大值复制到这 那如果我改成了3 这时候是不是已经超出了整个的一个范围 如果我正常 比如说我输出这个值的时候 你发现它走到值 一定是不能是3啊 大家看是不是到2 因为2已经最大了 我这边最大值加1 其实它是已经是放不下了 那如果呢 我还想着存储 当前我这样一个北最大值还大的数 怎么办 big int 写法是两种 第一种呢 是后面加一个n 大家看啊 这时候再把这种好像输出的 你们就发现 就是结尾是以993结尾的 而且呢 后面多一个n 然后我们再输出一下 大家看我输出一下这个type off 我们看一下它的类型到底是什么 这个类型返回的是不是一个 big int 所以它是一个原始的数据类型 我先生的朋友会有这样一问 说那你加上这个n 和我们普通的那个不加n 它们两个还是相等的吗 我们测试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边输出 我拿1去算1n 我们看看和1比较 是不是相等 如果它相等 是不是说明这个n 并不会影响我这个数的数值 我们看第12号 你们发现 它其实返回的是一个处 说明 它们两个的值是相等 对不对 那如果我当前用一个 三个等号呢 会怎么样 三个等号不仅检测值 还检测类型 我这个是一个number型的 但这个呢 它是不是一个big int型 那它能相等吗 很显然不行 这时候会返回一个false 所以我们发现啊 你在这个数字后面加一个n 其实并不会改变它的值啊 只是说它的类型会变化 是这个意思 OK 这是第一种定义big int的方式 我们再看第二种啊 我们呢 直接通过big int 对于b和i要大写 然后呢 我把它作为一个参数 传递进来 比如说我们再cos一个big int2吧 然后呢 我们输出这个big int2保存 大家看这时候得到结果 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两种方式定义big int 都可以 那我们试一试 它到底能不能进行比较啊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number 它的值呢 就等于我这个big int这个值 再去加上我big int2这个值 很显然这个数已经很大很大 那我们看看 这时候我们输出这个number 这得到值 到底是不是两个数字和 大家看 这个数是不是应该是 这个数字加这个数字和 那我试一试说 你这个n这样怎么用啊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啊 如果你不想要n的话 你可以直接调用 点2 3 这时候大家看第十九行 这时候它转化了一个值 就是一个以 字幅串存储这样一个值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里面呢 只有以字幅串这种形式 才能够存储 这么大的一个数 如果你说我用number 存储 这就不行吧 因为它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 所以说才会有 big int 这样一个新的原神类型 这个呢 就是ES2010提出的 一种新的原始数据类型 叫做big int 它呢 相当于是 扩大了我们 这样一个存储范围 如果你在项目当中 真的需要存储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的时候 你就可以采用 big int这种方式 它定义的方式很简单对不对 只要在数后面加一个n 就可以 我相信你也一定 学会了如何使用 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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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